12月12日 哈佛大学发出正式声明 全体一致地与校长盖伊站在一起 并对盖伊剽窃论文的行为轻描淡写的所谓更正 允许剽窃者担任哈佛校长引起轩然大波 关于盖伊在反犹太主义听证会上的不当言论和他的论文造假问题 哈佛大学的正式声明是这么说的 由于哈马斯的残酷恐怖袭击 许多人遭受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 大学最初的声明应该是立即直接和明确的谴责 盖伊校长为他处理国会证词的方式道歉 并承诺加大学校打击反犹太主义的力度 应盖伊校长的要求 研究员并对他发表的作品进行了审查 虽然分析发现没有违反哈佛大学的研究不当行为标准 但该伊校长主动要求对两篇文章进行四处更正 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如果已经发表的文章可以如此打补丁更正 然后就可以洗白 那从此以后世界上就永远没有抄袭和剽窃了 纽约邮报今天12月12日披露了一条重磅消息 哈佛大学掩盖了一项关于其备受争议的校长是否抄袭的高层调查 并利用一家昂贵的律师事务所就邮报自己的调查 威胁邮报 纽约邮报披露 哈佛几个月前就知道盖伊校长的剽窃行为 纽约邮报是以匿名收到这些材料的 并在要求哈佛大学就盖伊是否抄袭 或未能正确引用其他学者的作品发表评论之前 进行了他们自己的分析 此后他们一直在继续调查 12月24日邮报联系了该大学 要求对两答以上盖伊的用词 与其他学者发表的作品中的单词、短语或句子 密切相关的情况发表评论 其媒体关系和传播高级执行董事 乔纳森·斯温要求更多时间审查盖伊的工作 一天后 拜登·哈里斯过渡团队成员 曾任希拉里·克林顿助手的斯温表示 他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重新联系 但他没有履行自己说的话 两天后 即10月27日 邮报收到了托马斯·克莱尔寄来的一封长达15页的信 托马斯·克莱尔是克莱尔洛克律师事务所的一位 位高权重的维基尼亚州律师 自称是哈佛大学和盖伊的诽谤律师 哈佛大学花了数周时间 都没有对盖伊被调查一事坦白 甚至在他就这所长春藤盟校 如何处理校园反犹太主义的灾难性证词 被带到国会面前时 他也保持沉默 被审查抄袭的27个实例分别是2001年至2017年间 在两家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 以及1993年在一份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其中一篇论文是 俄亥俄州 美亚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妮·威廉姆斯 201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盖伊使用的短语与论文中非常相似 威廉姆告诉邮报 当他读到这些摘录时 他很生气 他表示 在我看来这确实是抄袭 他说 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 第二个反应是困惑 有一种表述 就像他从我的纸上画画 然后他只要表扬我就行了 同时 美国国会众议员共和党会议主席 众议员埃里斯·斯特凡尼克 就哈佛大学决定支持校长盖伊 进行了强烈抨击 痛斥哈佛彻底的道德失败 据悉 宾大哈佛麻省理工三所大学校长 都是奥巴马任命的 有网友表示 一点都不奇怪 一个在学术上平平无奇 甚至有瑕疵的黑人 能成为哈佛大学的校长 背后本身就是有一股力量 扶他上马 如果现在他下马 这是他背后政治势力的重大失败 这不是简单失去一个大学校长的事情 哈佛大学在声明下关闭了评论 引起了一些网友的不满 关闭评论原来是中共的特色嘛 现在怎么全世界都有学习 声称宠上言论自由的哈佛大学不允许评论 哈佛大学把自己搞成了笑话 哈佛大学的这个决定绝不是结束 继续看社会的后续发酵